梦想是什么 梦想就是敢想 同时还要敢拼 今天就有六组选手 怀揣梦想 来到直冬春晚的舞台上 我们将尽自己所能 帮他们圆梦 好喜欢这种 中国很传统 也很珍贵的艺术文化 你们这种融合的唱法 是挺打动我的 祝大家 不如东海 寿比南山 怎么了这是 让你们把电脑都关了 都回睡觉去了 别看了 就这么一个小视频 火了 咱不能辜负 网友的希望 有 忘了 我要上春晚 追梦 要勇敢 各位收看的是由快手 独家冠名播出的 直通春晚 在快手 你能看到天南海北的 民间高手秀神祭 也能感受到每个人 为了幸福生活的 奋斗和努力 在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 助力每一份梦想 亲爱的朋友们 随着直通春晚拉开序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脚步 也是越来越近了 今天晚上呢 依然会有六组选手 登上我们的舞台 我们祝他们好运 今天呢 还会有六位特别的嘉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帮他们圆梦 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的祝梦嘉宾团登场 欢迎大家 先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玉刚 欢迎玉刚 祝大家新春快乐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涛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直通春晚 大家好 我是演员冯磊 又见面了 想你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秦岚 非常高兴又来到直通春晚的舞台 李农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陈李农 很开心又见面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高小欢 又见面了 虽然你模仿了农农 但是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年龄的不同 接下来看各位的了 要为我们的六组选手加油 给他们打气 好不好 好 来 请各位就坐 接下来我们云端 观察员会是谁呢 选手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有请我们云端的两位主持人 汪聪 杨迪 有请二位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我们俩是云端主持人 是 那个那个那个洋葱组合 对 我们好好来介绍云端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除了我们之外 那在云端呢 我们的云端观察团已经等候多时了 他们将会从专业的角度出发 给予我们的选手多元化的建议 所以马上来认识一下我们云端观察团的六位 分别是 声乐指导蓝天阳老师 哇 超级厉害 相声演员贾伦老师 哇 杂技表演艺术家孙丽丽老师 现代芭蕾编舞家王元元老师 魔术师傅元东老师 资深的乐评人卢世伟老师 多谢大家 马上迎来我们的第一组选手了 王冲 杨迪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相信在去年有一个手指舞 大家都会跳 是不是 杨迪 都会跳 那你会不会跳吗 我会跳 又要求我跳 是 我会跳 我先学了一下 音乐想起来 音乐放一放 来 我开始从前那个手 也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冲在心中信念思考会跳 大家跳得很不错 这首歌在这个快手的热歌榜 创下了很多的记录 包括像去年我们很多人 拍的这个短视频 都是以这首歌为背景 没错 少年这首歌 其实给这些短视频 增加了非常多的震能量 同时快手的这些短视频 也为这首歌 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有请 快手选送的选手 孟然登场 这是火爆二零二零年的歌曲 也是掀起互联网上 翻唱热潮的歌曲 我是孟然 是少年的词曲作者 很偶然的一个下午 灵感来了 就写了下来 把大灯关掉 像是在开演唱会 那一刻 音乐带给了我最大的快乐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追着我的音乐梦想 不变初心 不惧征途 有请孟然 又见面了 欢迎 孟然 孟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老师好 我是孟然 是少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 也是演唱者 这首歌她自己写的 好棒 这首歌从创作到 被大家认可多长时间 你怎么意识到 这首歌开始火了 其实还挺奇怪的 有一天我和我的父母 在公园遛弯 然后突然间朋友就打电话 他说你看一下 那个歌曲的排行榜第一名 就是这样子 我是被通知的 但那时候这首歌 发了多长时间了 那个时候这首歌 大概发了有一年的时间 对 是这样的 你觉得少年这首歌 为什么会得到 那么多人的喜欢呢 是哪些地方打动了大家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 本来这首歌是送给我自己的 但是呢 可能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然后被很多的观众朋友 和听众朋友去用到 然后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 就是去找到了他们内心的 那个初心的感觉 让大家的心里又重新的 动容和燃烧了一次 不管是少年成名 像杨迪那样 我不是少年 我中年成名 还是像小潘大气晚成这样的 我还没成呢 我知道我每个都伤害到你们了 没有 你各说对 都是永保少年之心 才可以不断地去成功的 所以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好了 我觉得接下来 大家一定很期待的是孟然 在这个舞台上 把这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少年 再次呈现出来 向春晚出发 孟然 请开始你的表演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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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ASL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见 眼前这个少女还是最初的唱片 面前再多真相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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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生活 组织变得快乐 放弃之后 飞机轴路变得不错 每次走过 都是一次收获 还用什么作对的选择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 路在脚下 其实并不复杂 只要记得你是Mia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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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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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你Mia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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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重在心中信念 自豪为奸 眼前整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场面 眼前再多真心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追逐生命里光明身边的每个光 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 其实你我贪力没有什么不同 只要你愿为信我画出一道想像 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 相信自己终于属于你的圣举 别因为磨难 停住你的脚步 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重在心中信念思考美劲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照片 眼前再多坚信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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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眼前这个少年没啊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啊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啊 那接下来咱们来听听我们云端观察团的观察员的点评好不好 我们有请一下资深的乐评人卢世伟老师 有请 首先要跟孟然点一个大大的一个赞 非常好 那么我们一想呢就是说 其实刚才大家都介绍了 它更多的火红是在网络 包括各种视频所调也好 所以就会给人造成一种误会 认为这是一首比较网红化歌曲 但其次不然 它这首歌就写得非常讲究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它从旋律现场上来讲 非常清晰 然后非常明确 这首歌是朗朗上口 特别异于流传 因为对于一个表演者来讲 它其实把一个歌手的演唱的能力和技术 展现得非常全面也非常立体 所以我愿意把我更多的支持给到孟然 给到少年这首歌 谢谢大家 多谢多谢卢世伟老师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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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听听我们的祝梦嘉宾 听完这首歌的感受 好不好 谁先说 那让我们少女说一说吧 其实我觉得少年这首歌 真的跟刘涛特别的匹配 因为刘涛是我们公认的演艺界的 这样一个特别拼的演员 你听少年应该很有感受 因为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精神力量的歌 真的像你的名字就孟然 你就在燃烧着你的梦 你在给更多的人希望 更多的人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歌 我就特别喜欢 而且如果说在春晚的大舞台上 然后各行各业的人 大家都在唱这首歌的话 我觉得这个精神力量 会更加的让人 就坚信明天会更好 坚信我们的未来会更好 坚信我自己的一个人生方向 坚信我每天的奋斗 都是值得的 哇 说得太好了 刘涛好有导演意识 他把那个春晚上的画面 都已经描绘出来了 其实我们的孟然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 他是一个应该 现在流行的叫什么 唱作人 是吧 既能唱又能制作 听说你还专门为我们直通春晚 写了一首歌 是吗 有寄信想要送一个小的旋律 给我们直通春晚这个舞台 哇 咱们一起听听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好 来 我们上道具 在追梦的路上 每一步都不平凡 海浪喝饭 海浪喝饭 是最默契的饭 在追梦的路上 看见自己的不一样 那是我 对时光最好的回响 对时光最好的回响 我带着微光 开往梦的云端 途中风霜待遍 变着我的模样 因为我种下坚强 有梦陪伴 我手掌越发滚烫 在指通春晚 路上对我呼喊 说追梦路上要勇敢 好 谢谢 好感动 你看之前梦然有七年的时间 因为声代的原因沉寂 这七年你知道对她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七年不可以再唱歌了 所以她一个人 只有到一个谷底的时候 当觉得你的好像命运 已经给你开出巨大玩笑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你又恢复了 你又可以唱了 才可以写出这样的歌 追梦路上的那种微光 一点一点指引着我们 走到了舞台的最中央 所以这首歌 我觉得送给 直通春晚的每个选手 太合适了 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来看一看 我们云端观察团给出的星处 270颗星 成绩很不错 孟然 为你高兴 谢谢老师 100位观众现在请投票 多谢你们 这首歌 少年 孟然 唱作人 有没有打动你们 如果有的话 现在请为她投票 523颗星 恭喜孟然 成绩相当不错 祝孟嘉宾团也在给你鼓掌加油 加油 继续努力 向大家学习 向你们学习 也希望你拥抱少年之心 好 谢谢 谢谢孟然 稍时休息 好 谢谢 谢谢 各位收看的是由快手 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 在快手你能看到 天南海北的民间高手秀神祭 也能感受到每个人 为了幸福生活的奋斗和努力 在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 助力每一份梦想 你们来了 来来来 下一组选手怎样呢 是的 接下来第二组选手呢 这个他们是两个搭档 一组搭档 但是他们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非常的别扭 因为两个人外貌特征 看起来一点都不搭 一个特别高 一个特别矮 你说你们两个吗 没错 接下来我把我们俩推荐上来 没有了 谁给我们请的这一组 别扭的主持人 但是他们有说 他们自己是这个相声 行业当中的偶像男团 所以我们马上要把 辛迪组合请到现场 让我们欢迎的是 房贺迪以及辛杰 第一次来到咱们直通春晚的舞台 上台之前呢 拍个照留念一下吧 太有必要了 好不好 你帮我拍帅点 这样显瘦 你高点高点 这里还有我吗 高太累了 高太累了 我说你快点 我这接纳是不动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相声 新趣力的相声演员 我叫辛杰 我叫黄赫迪 我是豆根 我是捧根 我身高1米7 你呢 男孩子的身高不要随便问 虽然我们合作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们特别的默契 这俩人在一块非常有安全感 但是哥 我第一次来到咱们直通春晚的舞台 我特别的紧张 没事兄弟 加油打得起怎么样 加油跳了 咱就不紧张了 来 加油 1 2 3 刚开始你不是介绍过了吗 两位是自称相声界的偶像男团 对不对 这些年我的发展方向 我就是职工职令的奔着陈丽农农农农去的 哇塞 然后这两年我的身高已经成功的就是达到了 接近了 但是也不知怎么着 从长相上他们说我细看越看越像杨迪 我们俩笑一下呢 1 2 3 还真有一点 那样的笑容起离了我们的人生 这边对标的是农农 您对标的艺人是 我 没有竞争对手是吧 不是我今天就是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女神 对 哎呦 我都不敢看她 秦岚老师 秦岚老师 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 我可以模仿我的女神唱歌 雪落下的声音 太好了 只是这样发生的 你慢慢的听 雪落下的声音 闭上眼睛幻想她不会听 你没办法抱紧 却不是太痛 只是她脸窗外好风景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串往这儿来了 太紧张了 她就没有发挥好 太紧张了 你这就不灵不灵不灵 你行吗 来 让你们看看相声界陈丽农的实力 我真敢说呀 你来什么呀 这个丽农老师 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女孩》对不对 是 好 用实力说话 我给大伙唱这首《女孩》 忽略我这个大褂这身装扮 然后把我想象成一个偶像派 一会让你们一闭眼镜 陈丽农 来 音乐 不是女孩吗 整夜里来是新娘 女孩 在我的心中有个小女孩 小家人在房中小大伴儿 是心头带金子 瓜子两个赛粉团 红色的胭脂点唇边 身上穿着小花生 什么女孩 扎门腰腰有味 你猜她是谁呀 谁呀 名字叫秦兰啊 哎呀 你还唱呢你 在陈丽农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 而且我突然发现秦兰 你看秦兰这么念诗情话译 你念什么秦兰 秦兰 秦兰 那两位准备一下向春晚出发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来到这个舞台演出我非常的高兴 很开心见到大家 首先呢要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这是应该的 大家好我是辛吉 这是她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啊到我了 优秀的青年相事演员 您捧我 优秀的魔术师 哎谈不上 优秀的主持人 倒是会主持 他在长春电视台主持立党栏目 这算客串 我爱河南 嗯 头一期走进北京之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那不就是主持节目走丢了吗 夸你厉害呀 这还厉害呢 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员 倒是爱运动 去年 吓我一跳干嘛这是 画个重点 啊这么大声 去年 嗯 有一个长跑比赛 我参加了 她是第一名 得对得起我这大长腿 有奖品呢 什么奖品 一块金表 可不便宜 她是第一名 那第二的呢 是个保安 第三呢 丢表的 我偷的是吗 那不就是偷人金表 人家跟保安追我吗 别着急开个玩笑嘛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 怎么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小偷 我也讨厌小偷啊 那你也讨厌 咱俩演一回吧 也算一个反爬题材 咱来一个场景在线 可以 找个场景吧 什么场景 高峰期公交车上 人多的时候多驾小心 那我就饰演小偷 我呢 你饰演公交车 演不了 怎么了 有演公交车的吗 那你演谁呀 我来个乘客不行吗 可以正式开始 来吧 你罚站来了 什么叫罚站呐 公交车它不得晃动吗 你稍微晃着点啊 你说晃动不完了 有点真实感情 哪那么多废话真 正常人谁这么晃 公交车到了 投币 挤不进去 你被点穴了是吗 被点穴像话 干嘛呢这是 太拥挤了 挤不上去 你得上来呀 不上来怎么偷我呀 我得上去 真费劲 快点快点偷我 糟了 球偷 投币 你跑这拉穴来了是吗 我是驴是吗 别这么自我介绍 谁自我介绍呢 干嘛呢你 观察你呀 好动手啊 公交车那么急 你没有地方转圈 应该呢 再说这小偷他 他发现目标 他就下手了 直接下手 对了 投币 我趁他不注意 把他十亿现金偷走 我买辆公交车不好吗 我挤公交带十亿现金 我疯了 那我偷多少啊 这还得划算呗 你说 五百块钱 五百 没问题了 投币 我趁他不注意 把他钱包偷走 他钱包里居然有七百 还你二百 拿走 不是你只让我偷五百吗 那不是 那也没有往回送的呀 他偷完他就想走了 偷完我就走了 对了 投币 我趁他不注意 把他钱包偷走 干 是不是偷我钱包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没听说过 起来起来 怎么了 再说你认我当爹也不合适啊 哪不合适啊 大伙看看 我下辈子也生不出这么矮的儿子呀 你会演小偷吗你 我演的挺好的呀 哪好了你啊 你会演吗你 我演的就比你强 那你演小偷 你来 这还有吊柜的 你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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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是的 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演小偷的 我让你看我怎么演乘客的 这有什么的 上车 投币 偷他 站住 是不是偷我钱包了 没有 这什么 钱包 第几次 第一次 放你走 你不是第一次吗 放我走笑话吗 一次就得送派出所去 我得逮着你 你得逮着我呀 来吧 投币 站住 是不是偷我钱包了 没有 这什么 钱包 第一次 胡说 咬嗨一次呢 又响起来了 我们来请我们云端观察员贾伦老师 就你们刚才的表演啊 谈谈他的感受 来 两个人演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现在这段相声讲 讲事情 讲一个道理的相声 现在越来越少了 但是这样的节目能不能通过春晚这个渠道 能让你们来表现出来 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这个相声的时间段会长一点 而春晚的节目讲求的是一个快节奏 需要不断的包袱 所以说我觉得要努力 晚辈谨记于心 谢谢贾老师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的祝梦嘉宾团当中 好几位都是参与过语言类的节目 刘涛你先说 其实我觉得首先这个主题是好的 过年的时候提个醒 但整个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你们是在提醒小偷该怎么偷 而不是提醒这个被偷的人得防什么 因为有共鸣的更多的应该是被偷的人 那现在就变成观众是深看你们在演 两个傻小偷 可能在趣味性来讲就 就会有点缺失 就真实的感受 没有但是他们这个确实是有难度 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按着戏来 戏剧来理解他们 他们只是用他们的这个表演技巧 来完成他们的这个搞笑的桥段 就是所以有时候说喜剧是痛苦的一种 最难的 因为我也试过也上过台 就说过那么一次相声 我当时的感受我真的就特别想 在台上找个地方钻进去 就完全跟我们的表演是完全两回事 但我觉得你们中后段 确实是可以塞一些包袱进去 到最后的回归可以给大家一个预示 就是说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好的 如何回避如何避免 那是不推不推崇的 我觉得这个运意会更好 相声作品一定是有情有趣还得讲到 所以说我们作曲的祖师爷 为什么老说最后一句别挨骂了 就是因为你不能再说了 再说过分了 别挨骂了 咱依然是恰到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有待提高 两位演员的表演能力绝对不错 好 谢谢小潘 谢谢我们珠萌嘉宾团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云端观察团给出的星数有多少 220颗星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100位观众 你们在云端会给他们送上多少颗星呢 现在请投票 军迪组合获得了470颗星 谢谢 你们 谢谢 谢谢 稍时休息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各位收看的是由快手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 在快手你能看到天南海北的民间高手秀神祭 也能感受到每个人为了幸福生活的奋斗和努力 在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助力每一份梦想 好年货上苏宁 下载苏宁易高APP搜索直通春晚 新鲜原产的好年货 新潮智能的好家电直通到家 直通春晚由中国高端食用油引领者 鲁花独家特约播出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鲁花5S压炸花生油 亿万家庭喜爱和信赖的健康好油 咱们马上迎来第三组了 第三组的优势在哪里呢 我们的这一组选手 他们一直用音乐来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 也始终用音乐的形式来向大家表达着 自我从未停止 马上要欢迎的是AK上火王以太 没错 那时候的以太还很健谈 没有对多的怀疑也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以太 我是音乐手上歌手 今天我邀请到位一个特别的助演嘉宾 我们为了冲击春晚而来 希望我们能在直通春晚取得好的成绩 直通春晚 追梦比较勇敢 加油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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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以太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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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美丽 今天以太是说唱歌手 要不要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两位先配合 然后freestyle一段好不好 其实因为今天是直通春晚嘛 我就用春晚来做一个小的freestyle试试 好 不用不用打拍子 打拍子我紧张紧张 好 好 一年到头最盼望的温暖 就是跟家里人一起看着春晚 每个人都聚精会神看着电视不分散 对着所有节目竖起大公子的称赞 一年到头的担心由年夜饭来帮你分担 今天晚上只有微笑该被在意 因为跟你一起看春晚的人他们都爱你 春晚期待高小攀 我得压着这个轴你知道吗 你再来两次就一句不行了 没有春晚期待高小攀 可以肆无忌惮 生活需要一条扁担 我怎么就需要扁担 你为了压抑什么好用 你生活需要一条扁担 你待着啥 肩上的重担 美玲也有一段freestyle 对 我的freestyle 是一小段简单的海豚鸣 海豚鸣 对 海豚鸣 吃虚待 别多猜 勇情不用太明白 生活在也要只为释怀 不要打爱 要痛快 谁还没说过相爱 想变了人间白在 现在 春晚醒来 也 谢谢 杨迪 你来一段海豚鸣 我真来不了 你真的可以有听过 刚刚美玲唱的声音 也 谢谢 杨迪 你来一段海豚鸣 我真来不了 你真的可以有听过 刚刚美玲唱的声音 李玉刚哥哥一直在对嘴 到时候镜头切怪 大家与你唱的呢 这很难的 真的 我嗓子其实也挺高的 很适合唱名歌 但是呢 自己抓自己 但是海豚鸣 他主要是 当然 今天 我们两个年轻的音乐人 其实他们今天 将以这个老歌新唱的方式 向春晚发起冲击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请乙太和美玲 做好准备 向春晚出发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加油 加油 UFO 对不对 天边飘过孤山的雨 她不停的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 归来哦 浪迹天涯的游泽 归来吧 归来哦 别再四处掉 怒来哦 归来犹ía κ 我是一只厌岛的鞭子 坐着外国的卷子 天天研究别人的话 还有别人的面子 我怕我付出了太多 昨晚被当成了骗子 内口气 偷斜的眼睛 又会变成了现实 渐渐 我的作戏变紋乱 心格也开始变冷淡 身体有些问题 我也叫一生能不能变成 就算不能大战鸿途也必须满载而归 深爱着我的为你们活着也不会半途而废 但我才能有了仰望 扬与我的斗方 细暗的太阳也比不上家的暖阳 想找遍我的回忆 不动向的建议 我不想要钱 不要全都不能代理 放过水的浪花 扑扑我的伤疤 扑扑我的泪 我的嘴 我的悲哀 我已不会在乎到底谁给我的泪 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跑出退 我也会回来 我一定会努力的回来 我一定会努力的回来 压力游泽 游泽 我会来吧 我一定会努力的回来 我一定会努力的回来 也飘泽 飘泽 我 曾经好情万丈 未来却 红红的心脑 那故乡的风 故乡的意义 为我默去伤痛 那无相的风 那无相的云 为我默去伤痛 好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接下来请我们云端观察团的 蓝天阳先生做一下点评 谈谈他的感受 那个王与泰和刘美琳 你们好 很喜欢你们的 这种音乐表现形式 你们表演的这个互相的云 无论是现场舞台表现力 和音乐特别诗词 很让人感动 很让人动力 好 谢谢 这首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小时候听这歌 除了歌手本身的魅力 还有他的歌词 因为小时候很少离开家 但你能感受到 游子那种归国的心 从这个艺术表现力上 他们两个技术上 已经是很完美了 先出 对 非常完美 而且很新颖 谢谢 谢谢冯雷 说到这首歌特别打动人心 这是春晚的魅力所在 因为春晚歌舞类的节目选作品很重要 你看当年顾湘的云就是费祥先生从海外回来 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游子演唱顾湘的云 让很多很多的人听了热泪盈眶 尤其是海外的华侨 华人 其实在春晚的舞台上什么样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呢 如果要给我们远方的亲人唱一首歌的话 那在你心中第一反应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我想问问刘涛 因为2020年嘛 就刚好父亲去世了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没有他的春节吧 去年我上春晚的时候 导演组是特别让我和我的家人做了一个电话 就说爸爸我要上春晚了 然后我的父亲 其实当时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 但是他还是就是跟我通了这个电话 然后录了一段这样的音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再唱给远方的亲人的话 我想应该是这个父亲吧 感觉人生最重要的一份感情放在内心当中 一直感恩和怀念着吧 但等于是2020年春晚上你在舞台上唱歌 爸爸是看到的 对对对 因为刚好就是 就刚好2020年春晚的那一个有一个环节就是跟家人通电话 就这么就这么就我觉得就是一种 有种珍藏在心底的一种感恩和情意吧 唱给爸爸的歌 父亲 秦岚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讲 因为虽然我唱歌不是专业 但我觉得 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大家非常暖暖的家乡的思念的力量 对于尤其是游子们 或者像我们经常在外地工作的人 特别想寄予的一种情感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有共鸣的 特别适合在2021的春节的舞台上 跟全球的华人来一起分享的 所以你们的这种融合的唱法是挺打动我的 谢谢秦岚 非常同意 虽然《故乡的云》是一首老歌 但是在2021年这首歌如果能够再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 经过年轻的歌手或者是其他的歌手 一起再来演绎的话 表达的意义真的是非同寻常 虽然是一首老歌 但是那种情感依然可以让中华儿女为之一振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我们观察团给出多少颗星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云端观察团给出的是260颗星 云端的100位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请亮星 我们来看看现场100位观众给出的星数 也能感受到每个人为了幸福生活的奋斗和努力 在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助力每一份梦想 好年货上苏宁 下载苏宁一钩APP搜索直通春晚 新鲜原产的好年货 新潮智能的好家电直通到家 直通春晚由中国高端食用油 引民者鲁花独家昨月播出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鲁花5S压炸花生油 亿万家庭喜爱和信赖的健康好游 好 继续我们的直通春晚 下面是我们的第四组选手赛程过半了 他们有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唱跳团 他们是一个民间艺术团 杨迪你不觉得很亲切吗 我是独立成团 好不好 赶紧有请他们上场 有请 嗨 大家好 我们是必须上春晚组合 我是演员刘薇 我是演员王璐 我是演员王萌 我是演员王胡杨 我是2018年的时候 非常荣幸地参与了春晚小品的表演 但是没词儿 我也是2018年参加春晚小品录制 结果是在最后一关的时候 湿之交臂 那个 我是去年参加过我要上春晚 信誓旦旦 熊旧既既扬扬就来了 然后就失败了 这次我们磨练自我 各展所长 万千准备 你只为元末 主流车来 加油 欢迎你们 欢迎 一看就是才艺满满的感觉 来 一一认识认识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我们团队的气氛担当 王沪洋 嘉宾们好 我是团队里年纪最大的演员 我叫刘飞 这位是什么担当 年纪最大 大姐担当 大姐担当 对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团队的嗓门担当 演员王沪 谢谢 嗓门担当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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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呢 我 发型担当 这就太上事了 是这么回事 我有一点小才艺 给大家小小的展示一下 我打过 孙悟空 跳上宝座一抹脸 立刻见 怪状修饰面貌羹 只见他 头戴溜冷软罗帽 跟着帽边周围袖飞龙 紫巾锅跟着腰眼明 那肩上横大红屁风 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 这是好几冲天 拔面威风 好 好 这个民间艺术团 我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个个多才多艺 他们可是对于 今天晚上寄予厚望 我们要把舞台 留给他们了 好不好 各位做好准备 向春晚出发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加油 谢谢 加油 老公 你疼不疼 难不难受啊 不疼啊 也不难受啊 你看 我都看快手短视频了 这上面说你见勇为 把腿给弄折了 你这后腿都折了 你怎么不疼啊 说什么呢 我是狗 我怎么还后腿呢 这是条好腿 看着啊 瞧见了吗 好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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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护车呀 没有啊 那这上面怎么说 你见勇为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一个孩子呀 失足落水 来了个警察 健一勇为 把他救上来 我呢 哎呀 就是想看看这孩子怎么样 我去往前挤呀 挤呀 挤呀 挤到救护车旁边的时候 把脚给崴了 人家大夫也是好心眼 让我上了救护车 到医院 检查检查这个脚 在车上啊 我就随便的发了一个小视频 嗨 网友们 孩子已经救上来了 看见了吗 一点事没有啊 我们现在正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哎 就这么一个小视频啊 火了 看见了吗 这评论 一万多条啊 哇 而且 都说我是救人的英雄 我一看 咱不能辜负 网友的期望啊 明白了 原来你是冒牌的英雄啊 怎么还冒牌呢 这是网友给我的荣誉啊 那他们怎么还说你腿舌了呀 啊 这个呢 是我运用了一个夸张的修辞方式 可得了吧 你这就是吹牛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改给你的臭毛病啊 改毛病已经来不及了啊 这条视频 我的领导和同事已经全都看见了 而且纷纷向我表示了悼念 啊 不是 那个发来了贺电 也不是 那叫打来了慰问电话 啊 知道网友都叫我什么吗 嗯 叫我英雄光头狗 我看你像光头狗熊哥 现在啊 赶紧跟你领导打电话 把这事解决清楚了 明儿就回去上班去 还有 把这条快手视频 删 删啊 坚决不能删 我是在公司那也是有职务的人 大小也是个副总经理啊 嗯 一个正的 拔个负的 你管他正负的 反正是经理 既然是经理 那必须得一言九鼎 不能出尔翻尔 对不对 就你这臭毛病不改 谁都看不起你 注意你的态度 怎么跟英雄说话呢 行行行啊 我说不过你 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你这脚好好的 你说 你整个破轮椅干嘛呀 哎 我 现在这么多粉丝 万一有人来看我 我什么事都没有 这不漏馅了吗 你看看啊 这来个轮椅 我往这一坐 这多有样 谁看你啊 这 来了 快快快 快帮我 干嘛呀 哎呀 你得包装上啊 咱们得演像点 要不然我就身败名裂了 行行行 我跟你说啊 最后一回啊 最后一回 什么事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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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了来了 哎呦 谁呀这是 呦 刘的妈 哎呀 慢点 路啊 忙忙他在 我 忙忙 他骂我还是来迟了 你咋想成这样 他骂 您这回来有什么事 我来 王萌他不上热门了吗 我能不来吗 王萌现在他可是咱们的大英雄 你刚才称我称呼我什么 大英雄 这个词用的准确 大声点 大英雄 这不光我一个人看到了 咱们整个社区的人哪可都看到了 是啊 这大家伙知道你见义勇为 都以此为荣 咱们接到办事处还给他凑的抚恤金 不是 慰问金 还给钱呢 这钱给他不少了 多少钱 五百 就五百块钱哪 一个人五百 那能有多少人哪 十个人哪 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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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五百 四千哪 你这是腿骨折了还是脑袋骨折了 你这啥算数啊 那不是六千吗 不是 那五千嘛 五千也算五千 大妈 你给我 这个钱啊 您给他们拿回去 好意我们领了 这钱啊我们是真不能要 不是 好意能领钱也能要 来来来来 要什么要 啊 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人 王盟就是英雄 你没看快手啊 那错不了 是英雄 这钱 他就该得 哎 哎呀 哎 萌啊 你要是在家呆着无聊 你拿这钱 去买个手机 买个平板 再买个电脑 不是 刘大妈你是让我抢吗 五千块钱 买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哎呀 可以以旧换新哪 你上那个苏宁易购搜直通春晚 啊 一战是以旧换新 哎 他就可以享受啊 多重补贴 你补个差价 那手机啊 就可以带回家了 真的 哎呀那赶紧 我得上苏宁易购 我换购手机去 快点快点快点 哎哎哎哎哎 你先等会儿去 咱们社区啊 还请了报社记者 啊 他想来采访你这位 见义勇为的大英雄 不是刘大妈 记者我看就算了吧 这么点小事 楼上楼下小区里传算 就可以了 那不行 是吧 大妈和记者都说好了 哎这记者也差不多该来了 不用记者 哎呦 哎呦 谁呀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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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报社记者 请问这是王蒙家吗 是 刘大妈 哎呦 刘大妈 记者你好你好 哎 这位就是我们的大英雄 光头哥 王蒙 哎 哎 哎 干嘛 哎 金雄 光头哥 哎 哎 终于是见到您了 这刘大妈联系到我们报社之后 跟我们讲解了您的详细事迹 我们是深受感动啊 都争着抢着来采访您呐 嘿 我我我没这么火 火 嗯 相当火了 现在在网上都能看到您呐 震光瓦亮的小光头 哎 大英雄 你快把你救人的那事迹啊 再说一遍 我准备准备 哎 老公 咱还是说实话吧 你说他没有知的真相 咱多丢人呐 说了实话更丢人呐 我那副总我还干不干呢 那怎么办啊 大英雄 哎 准备录音 这录下来就是证据了吧 哎 这怎么能叫证据呢 这叫记录你的英雄事迹 Action 哎 哎 我 其实吧就是 就是一个孩子给掉河里了 然后我见于勇为我 我把他救上来了 哎呀 听听啊 多么的严谨一概呀 哎 哎 大英雄 那请问当时您是怀传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救的这位小姑娘呢 心 心 义 义无反顾 伟大 哈哈 相当的伟大了 大英雄 哎 我整理一下笔记 您稍等 太伟大了 不需要 不需要 尽管 我 小姑 啊 你想想 这要是宣传出去 你让真正的英雄看见了 他得多寒心啊 你对得起自个儿的良心吗 啊 我 我 好 刘大猫 回去我整理完笔记 咱明天就见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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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我的英雄 谢谢刘大妈 哎 等等 让我媳妇再重录一段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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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那 哎 什么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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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英雄光 我 我要澄清一件事 我腿没折 那孩子也不是我救的 真正的英雄是一个警察 是他救的孩子 我欺骗了所有的人 我愿意接受公司对我的处分 我一定改掉爱吹牛的毛病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关心我的朋友 真诚地说一句 对不起 萌啊 这人不是你救的呀 不是我救的 我就是在救护车上发了个视频 刘大妈你别生气啊 这五千块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咱们送给真正的英雄 咱不能让真英雄含心哪 你看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啊 再说呀 这真英雄咱上哪去找啊 是 真英雄他是个警察 我估计啊 就是咱们这块的片景 咱们就往一个派出所 一个派出所的找 一定能够找到他 没错 我们一定要找到真正的英雄 把他的事迹宣扬出去 好 那咱们马上去 找英雄 走 走 快点 走走走 一定要找他 这语言类节目是真的 好累啊 我们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 不光是我们不容易 方方面面所有参与的人都不容易 所以挺好 挺满意 对 谢谢我们这几位嘉宾的精彩表演 下载苏宁一沟APP 搜索直冬春晚 还可以享受节目专属优惠 赶紧行动吧 此刻云端观察员投票通道 正式关闭 这个小品准确地说 就是吹牛惹的货 说到这个吹牛 恰好2021年 咱们迎来的就是牛年 我在想 各个都能言善辩 都有着出众的才华 要不然咱们团队 给周梦嘉宾团队 咱们来一个跟牛有关的成语 打结力怎么样 好 好不好 好 我把我们这边的才子 杨笛才女 王从轻上来 来来来 谐音可不可以 谐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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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也可以 好 我从我这开始没 好吧 木牛刘马 这是诸葛亮发明的 那四川人说这个太难了 九牛一猛 隔山打牛 牛唇不对马嘴 那是驴呀 驴唇 牛唇倒也不对马嘴 对牛弹琴 小事牛刀 桃丁解牛 牛 牛年行大运 你被淘汰了 牛郎之女 牛气冲天 犀牛望月 牛转乾坤 可以 聪明 这个好聪明 牛肉好吃 你这淘汰 你可以出去吃牛肉去了 其实没有什么输赢 最重要的这表达 我们对牛年那份祝福 2020年是鼠年 实属不易 2021年牛年 刚才我们嘉宾说了 牛转乾坤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云端观察团 给出的星数 来 240颗星 成绩很不错 100位观众 加上我们云端观察团 累积星数室 488颗星 这召集还有第二轮投票 我认为不错 好 谢谢 稍事休息 先原产的好年货 新潮智能的好家电 直通到家 直通春晚 由中国高端食用油 引领者鲁花独家 各月播出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鲁花5S压榨 花生油 亿万家庭喜爱 和信赖的健康好游 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 送您一份苏宁易购年货大礼包 有各种原产地 美食 潮流 生活家电 欢迎观众朋友们 下载苏宁易购APP 搜直通春晚 为家人挑选新仪商品 好年货 上苏宁 下面是我们的第五组选手了 这第五组又有什么 过人之处呢 这组选手非常厉害 他们不仅可以凭空变舞 而且还可以绝地逃生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变不出来 我们马上要欢迎的 就是魔术师李亚峰 欢迎 和他的搭档 大家好 大家好 亚峰跟大家表演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小事牛刀一下 因为我在后台 向亚峰讨教了两招 接下来 等会儿啊 杨婷你已经穿帮了 不是 这个不是穿帮 这个是告诉大家 我手上有一条丝巾 对吧 非常普通的一条丝巾 接下来 我要把这个丝巾 从手机里穿过去 这个很难吧 这手法绝对叛为观止 配合一下杨婷太棒了 怎么样 郁刚 你的表情太浮夸了 不 其实看没看出破绽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等一下 我问一下 有一位没看出破绽吗 没有 我绝对没看出来 好 成功了 杨迪 杨迪 是他教的你魔术吗 现在就别说 是你教的了 是吧 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不管杨迪 这个魔术变得怎么样 杨迪你这手机不错 这苏宁你购买的吧 我这个手机非常厉害的 我这手机是特别准备的 因为现在有活动嘛 上苏宁一购 搜直通春晚的话 可以以旧换新多重的补贴 补个差价 就可以换一个新手机了 这个手机 对 被我穿了个洞了 我回去就把它换成新的 所以接下来的逃脱术 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这应该算是 我们在王上春晚看到的 第一场 第一场逃脱术 是的 那亚峰请你做好准备 向春晚出发 请开始你的表演 加油 谢谢大家 好准备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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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 天哪 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哎呦 哎呦 这下 哇 太厉害了 我们云端观察团成员当中有一位魔术师傅延东也非常了不起 看过他在春晚上的表演 对 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非常棒的魔术师 延东您好 主持人好 那个亚峰您好 我们原来在上海见过 你好 刚才的《随随逃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他不是单纯的逃脱 他是结合了大乡换人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不但是男生逃出来 女生还换进去了 所以就觉得增加了他那个时间限制的一个难度 这样的魔术师傅 是观众会觉得特别的更加震撼 所以呢 完全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谢谢延东 谢谢您 辛苦了 杨迪 杨迪 你被PK下去了 快来 看到了 我跟我师傅再合作一个 是不是 人家都没有承认师傅 我办事 办事 因为刚刚那个被大家看穿太多破战 看穿了 这一场可以稍微配合一下 那这样你想不想做一次真正的魔术师 想 但是作为魔术师要有三大要领 你说 第一 要有精美的道具 你带了吗 我带了 好 具备了 第一点具备了 第二 要有魔术师专用服装 我带了 你带了 好 第三个 有魔术师好听的音乐 你带了吗 我带了 行 那就都具备了 可以开始了 可以 我想带你了 好 来 我们的道具拿上来 我们准备好 给杨迪一起来做一个真正的魔术师 好的 好的 来 来 你再到这里 魔术师的主咖位置 太好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有魔术师的感觉吗 有吧 咖一点点 好 接下来呢 魔术师需要有一顶魔术帽 好 杨迪你好高啊 显个儿 精美 还有一件漂亮的魔术衣 哇 欧式 来 你只要把手放下去就可以了 放下去 这个白花边好别致啊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魔术师的感觉 感觉我胳膊为什么没有 忘了 你的胳膊在这里 这是你当我的胳膊啊 对 天哪 我是个傀儡 傀儡魔术师 好 来 那音乐老师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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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精彩 谢谢 谢谢杨迪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云端观察团给出的星数 好不好 好的 来 云端观察团 240颗星 好 云端100位观众 你们准备好了吗 会给出多少星呢 请按键 495颗星 很棒 祝贺 稍事休息 擦擦汗 谢谢 欢迎收看由快手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 现在打开快手APP搜索我要上春晚 开设创意视频参与我要上春晚的话题活动 就有机会登上节目舞台 援你春晚梦想 同时活动线上专区的精选视频 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展示 快来参与吧 好年货 上苏宁 下载苏宁一个APP搜索直通春晚 新鲜原产的好年货 新潮智能的好家电直通到家 接下来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组选手了 他们是一个12个人的舞团 而且他们在众多街舞类比赛当中都有所斩获 可以说有很多的奖项傍身 也是将传统和现代街舞精神相融合的 形成了非常有他们自己特色的摔手舞 我之前看那个《夺姐》在有个节目上 她好像有类似那种民族的甩手舞 求你了 确定阿朵是这么跳的吗 她好像有一个类似的 我们来看看标准的怎么样 好不好 我们赶紧欢迎魔爵舞团 大家好 我们是魔爵舞团 这次我们为了直通直软这个舞台准备了很久 在漫长的练习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伤痛 也流下了泪水 但是现在我们终于站到了这里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于舞蹈的热爱 对于梦想的追求 魔爵舞团 我们来了 欢迎欢迎来了几位代表 哈喽 这个装扮 哇 头上的这个秀片就很有民族韵味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是来自天津魔爵舞团的 我们的魔爵舞团 其实今天在正式带来主表演之前 要小试牛刀 对不对 让大家先看看各位的基本功是什么 我们的今天要秀的大招就是变速舞蹈 变速的 是甩手舞吗 是甩手 那我看看你们的甩手舞跟我的有什么区别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舞团的甩手舞好不好 背速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我我我我我我 舍不出口 哭哭哭哭 深深地说对不起我有大侧头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我我我我我 哇 哇 这个都已经是几倍速了 只有1.5倍速吧 还可以再快吗 哇塞 哇 哇 姚丁 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我 我怎么可能 没有这一派 为什么用自己这个 来吧 好了 很尴尬 根本就不会 这个是需要技术的 杨迪 你现在 你是不是有一种脱臼的感觉 很痛 不知道哪儿不舒服 反正就整个 刚才李玉刚老师 在跟着他们一起跳的过程当中 已经造成了全身脱臼 他们是这么低帅的 午时间因为很多人 到48岁到50岁的时候 肩膀会肩周炎很痛 所以这样甩的会健身 那你们听说把这个 跟健身结合在了一起是吗 可以教教我们电视机前的 叔叔阿姨吗 健身的叔叔阿姨 可以可以 来 一共八个步骤 一的时候把手放在肩膀上 然后把你的肘打开 这是二 三的时候把手打直 四的时候放在背后 好 五六七八原路返回 五六七八 一共八个步骤 我们一起来一次好吗 一二三四 不不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可以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非常棒 非常棒 我也毕竟成年人嘛 来 天才 不过我倒建议电视机前的 叔叔阿姨 这个动作不要太快 因为刚才他们结合健身的 这样一个动作呢 是活动我们的肩膀的 会让我们防止发生肩周炎啊 受寒的那种疼痛 太快的话反而会脱臼的 你们有觉得就跟着他 做几下 肩膀就真挺舒服的 尤其这个位置 浴缸舒服吗 特别舒服 刚才那个 刚哥可不能做太快了你 我年龄段不太适合是吧 其实大家要期待的是 他们把传统和甩手舞 结合在一起 他们独特风格的甩手舞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魔爵舞团 做好准备 向春晚出发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加油 优优独特风格的舞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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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让我挺兴奋跟很振奋的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这些年轻人愿意把传统的 经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结合现代年轻人感兴趣的 一些现代舞 一些街舞 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 特别牛的一件事 刚才舞台也特别好看 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我是觉得它特别热烈 然后特别有活力 就是很燃带又很酷 然后又很有这种民族文化的一种特点 包括之前我也了解到说 他们每一次的服装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这一次也是把单寨文化的这种风情 包装形式全部都缝在自己的衣服上 我觉得特别有心 对不对 我觉得这真的挺棒的 真的是 就像秦岚说的 把民族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 有这样一种觉悟 有这样一种精神 就非常非常地了不起 因为民族的永远是我们艺术 对于东方人来说 是我们艺术的一把金钥匙 你越早拿到这把金钥匙 你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个性 就越有东方韵味 多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在这里呢 要提醒您上快手搜索 我们一起上春晚 2月5号晚8点 春晚明星欢乐直播 央视春晚台前幕后独家爆料 顶流大咖 春晚长青树齐聚一堂 您喜欢的春晚面孔 统统都在这里 直播全程每10分钟一轮的 惊喜福利 5G手机免费送不停 2月1号起 每晚8点上快手 超级精彩超级播 看直播就上 快手 好 魔爵舞团 我们来看看云端观察团 给出的星术是多少 200颗星 好 我们云端的100位观众 他们会给出多少星术呢 现在请亮星 463颗星 魔爵舞团很棒 辛苦了 稍时休息 谢谢 谢谢 欢迎收看由快手 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 现在打开快手APP 搜索我要上春晚 拍摄创意视频 参与我要上春晚的话题活动 就有机会登上节目舞台 援你春晚梦想 同时活动线上专区的精选视频 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展示 快来参与吧 好年货 上苏宁 下载苏宁一高APP 搜索直通春晚 新鲜原产的好年货 新潮智能的好家电 直通到家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本场的六组选手 都已经表演完毕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 他们第一轮得到的星术 来 第一位选手梦然 他获得的总星术是523颗星 第二组选手 心底组合是470颗星 第三组选手 王以泰 刘美林 527颗星 第四位选手是小平 488颗星 第五个选手是魔术 逃生术 495颗星 最后一组魔爵舞团 463颗星 这是第一轮之后 我们六组选手得到的星术 我们云端观察团的 100位观众 你们手中有三颗星 这三颗星 你可以给一组选手 也可以给不同的选手 如果您准备好了 现在进入第二轮的 点星时刻 请按键 三 二 一 观众亮星通道关闭 接下来是苏宁异构 晋级时刻 谁会成为我们本场 进入到直通之夜的 那组选手呢 来 我们一起迎接 本场星术最高的选手登场 王子泰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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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你 好 接下来我们 六位祝梦嘉宾团 你们手中会有一张直通卡 现在请你们简短地商量 发不发这张卡 发给谁 请开会 好 各位嘉宾时间到 请各位落座 好吧 来来来来 我们已经说好了 接下来我们派一位代表 刘涛 我们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张直通卡是不发出去了 那非常非常遗憾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这张直通卡今天放弃了 那还有复活机会吗 复活的机会 我们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想让哪组选手复活的话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进入到我要上春晚的专机 用点赞的形式 有可能会让他再次来到 直通之夜的舞台上 那还好 那心里好受多了 好 再次感谢我们六位 祝梦嘉宾团的成员 祝贺以太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 来参加直通春晚的选手们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再见 太热烈了 一会儿生一点劲啊 杨迪 我 我不 在你签名的背后 是我的话 我愿意你 我们刚才七位注目嘉宾 一致决定把我们手中 这张广贵的直通卡给 中国为鲁花香 祝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中国为鲁花香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中国为鲁花香 祝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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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愿大家工作生活多加油 身体健康中上游